那最近被深夜拿铁和一青冰醉刷了拼 不知道是因为饥饿营销 还是真的总是售轻 你们觉得是什么 可以发表一下你们的看法 那我知道有很多小伙伴 你们就是点不到 急得要起跳 关键时刻还是要靠你们的必导 这是一个椰子 使我用推车从highline推回来的 一个不够吗 从节开始 深夜拿铁用不下班 咖啡不够真一个肉魂 大家好 我是被你们搞懵的小刘小牛还是小油 那既然点不到了 那我们自己尽着动作 还不行吗 椰心冰醉 其实我们之前就做过 那是真地好喝 那有两种方法 我们都尝试着做了做 好 那今天我来聊一聊 椰心冷脆它的具体的制作方法 那首先就是咖啡豆的选择 我建议用干净度高的单一产地的咖啡豆 那不管是水洗的 日晒的 它只要干净度高其实都OK 可以是I-side 云南 哥伦比亚 哥斯大利加 有钱你用红标归下 也不是不可以 那这种豆子呢 做出来的冷脆啊 它很干净 很透亮 很醇厚 那跟椰子搭配了之后啊 互相衬托 那第一种方法呢 我们可以用买好的这种椰青 和研磨好的这个咖啡粉啊 直接混合在一起 然后研磨好了之后 直接倒进来粗暴一些 因为是做冷泡 所以说你看这个研磨的颗粒 研磨的比较粗 它比手中的要粗好几个度 简单粗暴 那泡一晚上之后 那过了一只再过滤出来 那这个味道啊 简直不要 Y-Y-S 那第二种方法呢 是冷碎咖啡 我们分开做 用冰地壶先做一份冷碎咖啡 那做好了之后呢 直接加入液晶 按照自己喜欢的这个咖啡的浓度比例啊 那喜欢浓一点 你可以多加一点冷脆 那喜欢淡一点 你可以少加一点冷脆 我可以先把阀门打得稍微大一点 把咖啡粉全浸湿 OK现在浸湿了一半了 浸湿完了之后 我再调成两秒一滴 现在这个流速大致就差不多 不过冰地壶它滴到最后啊 它水少的时候 它流速会变慢 不过这个无所谓 其实这个冰地咖啡我把它放过来 然后这个是刚才我们做的 这个用椰青加咖啡粉一起泡的 明天过滤一下就可以喝 那几个月前呢 我们去长茶的鹿宫咖啡 喝到的那杯啊 那就是用这种做法 那他们的比例呢比较淡一些 那咖啡的味道它不浓 但是真的很好入口 那不常喝咖啡的人啊 你喝的时候啊 就感觉好像是清甜的椰子水中啊 带点淡淡的咖啡的这种酸甜回甘 很舒服 像这种咖啡啊 我感觉啊 我自己能一次喝一大杯 那这个呢 就是用两种方法做出来的 两种椰青冷碎咖啡 它味道的话肯定会有差异 等下来我们把它做出来 然后尝试一下呢 这个呢 我先把它过滤一下 这个过滤出来之后 直接就可以喝了 哇 有一股很清甜的味道 然后这个里边的话 会有一些最后剩下的这个咖啡渣 然后这个冰激壶里边呢 因为它就是纯冷碎咖啡 所以说呢 我就直接加冰块 然后呢再加椰子水就OK了 然后这边已经滤的差不多 快要滤完了 这个真的是不好滤啊 就是我建议大家 如果要是真的用这种方法来制作的话 最好用一个金属的那种网来滤 用这个滤纸来滤的话 它吸附的这种太多细粉了之后 它到最后都滤不出来 你看我这边还有一点点没滤出来 不过没关系可以直接喝了 冷碎咖啡 我直接再加一些椰青进来 哇 这个感觉喝起来好清爽啊 好爽啊 感觉跑到了海南去溜的感觉 我再尝一下这个啊 哇这个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啊 好厚重好厚重啊 感觉咖啡和椰子的这个味道它是融为一体的这种感觉 然后呢这个呢它是比较清淡的 喝起来就是有这种淡淡的咖啡香和椰子的香气 这两种方法做出来的这个味道差别还是蛮大的 你看包括它的液体的这个颜色啊 就是这个会更重一些 它这个喝起来口感更香醇 就好像是椰子的香气和这个咖啡的香气融为了一体 哇这个真的喝起来好醇厚好爽 然后这个就是喝起来清凉 哇我个人更喜欢这个 这个真的是这个太棒了 泡出来 你们如果小伙伴自己想尝试的话 可以在家里面尝试尝试 用这种做法来做 当然有的人说可能它家里面没有气局 也没有咖啡透 问问那我能不能用这两年很流行的这种冻干粉啊 或者冷脆叶来做这个叶清冷脆的 冻干粉和冷脆叶也可以操作 在有鲜的条件下 那吃错出来的口感其实也很不错 那就比如这款冻干粉啊 你这是虚黄一腔啊 差点触不及防 把这个冻干粉打开 直接兑椰子水 一对一咬 你别说还真不错 先来拿一对一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